Z星人 过去我们对于UFO的概念 更多的是具有坚固形态的大型飞行器 而似乎进入这20年以来 光球形式存在的UFO更多的展露出现 并在世界各地被拍摄到 尤其以南美数量最多 2014年12月9日 在阿根廷卡比亚德尔蒙特 一位名叫塞莱乐女子正在附近度假 距离阿根廷山的小教堂9公里 卡比亚德尔蒙特是阿根廷的城市 位于该国中部科尔多瓦省 距离乌里托尔赫山仅3公里 科尔多瓦109公里 和波伊诺斯艾利斯725公里 海拔高度979米 当时他用手机拍摄的一个光球 跟随着汽车 这个惊人的视频是在2014年拍摄的 但这种现象仍然是无法解释的 视频中还附有海水中潜伏的光球 火车上拍摄的光球 如果这个视频是真实的 那么无疑这个UFO光球是智能的 它可以瞬间进退 跟随拍摄者 并保持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 这个地方其实并不陌生 因为它非常靠近乌里托尔克山 而乌里托尔克山传说 具有外星人的维度门户 阿根廷精神之都 是科尔多瓦省的乌里托尔克山 靠近首都 据说这座山有神秘的能量 据报道有数百个奇怪的光球和不明飞行物 在该地区徘徊 这不仅仅是最近的事情 历史记录显示 不明飞行物的终迹可追溯到数百年前 来自谷歌地球的卫星照片显示 该地区有数十个奇怪光球 不明飞行物现象的研究人员 和访问该地区的游客 每天都会对他们的出现感到惊讶 木里托尔克山经常拍摄到UFO光球 而今天的视频居然如此近距离拍摄到他们的真身 确实是难得的素材 其实这类小球 人类早在上世纪初期便有发现和研究 尼古纳特斯纳曾一度研究过小球 并认为他们是电力粒子 而一些神智学者认为 这是残余生命原子或灵魂种子 不过那个时代 他们对外星生命还置之甚少 所以如今我们也可以问 是否是外星人的智能飞行器呢 宇宙太大镶嵌人类在未来 一定可以将这些秘密一一破解 但是我们首先需要谨慎考虑 和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欢迎订阅 期待您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